印尼未成年小情侣私奔,家人安排同婚 未成年婚姻在印尼相当常见 不仅因为传统,也因为当地法律对儿童的保护力弱 最近,这桩婚事发生在南苏拉威西省的巴里巴里 这对新人是姓名缩写为妈的16岁男孩 以及姓名缩写为Dem的14岁女孩 他们在2019年3月3日成婚 根据印尼当地媒体Lupton6电视台报道 新郎的母亲承认,这对新人其实是有亲缘关系的 原来,这对小情侣从小就一起长大 他们不顾家长反对,爱上对方 终于有一天,他们决定一起逃家 在当地妄家习文化中这个称为Sirarang 一级为私奔的意思 两人失踪一阵子之后 被发现其实共租了一间房间住在一起 家人力劝他们返家 最后,两家人终于同意让他们完婚 因为怕他们再次逃家 双方家庭已向当地宗教法庭请求生 让他们的婚姻能够受到政府认可